G20或将迎来得力帮手 这个材料又和过人之处 击败F35不是梦 目前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 能自主造出五代应战战机 而衡量五代机的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隐身性能 将在未来性计划作战承担串门作用 这对占领制空权至关重要 而我们的G20也在逐渐升级 最近就传来一个好消息 据最新报道称 中国科学院工学与电子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 宣布取得重大突破 该团队创造出世界上 首个精确描述电磁波重机 一块可有微观金属行为的数学模型 在新材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根据这期发现 开发了一种圆表面膜 是迄今为止吸收雷达波最广泛的材料 目前一些高级隐身材料 能吸收4到18赫兹的雷达波 并降低其反射率 而这次研制的新材料 在测试中能反射0.3到40赫兹的雷达波 这种材料似乎就是为了隐身战机而生的 将极大提高战机隐身性能 一般军队里都会使用不同频率的雷达探测 本约普遍采用的中心扩展防空系统 预警雷达的工作频率范围 在0.3到1级赫兹 这些雷达频率都在新材料的吸收范围内 也许歼20飞到雷达头顶都发现不了 隐身战机目前主要依赖外形设计 和材料表面涂层来降低其可探测性 通过特殊外形设计来偏转雷达信号 但也会让战机气动性能受到影响 而现在主流的隐身材料 在高温下就很鸡肋 导致高潮因素和隐身性能难以兼得 此前美军对F35进行测试发现 高潮因素下发动机温度极高 导致尾部涂层剥落 隐身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美军限制F35飞行员 每次高潮因素飞行不得超过一分钟 而且从美军F22和F35的恒温机库来看 美军的隐身材料未免过于较贵 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 G20要是应用了这种原表面膜的新材料 就能在保证隐身性能的同时 也能增加高潮因素飞行时间 据科研人员表示 他们已在摸索新材料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一旦这种新材料成功应用到G20 在隐身方面就可击败 未隐身而只能保持一分钟高潮因素的F35了